欢迎收看12月1号的彩晶Espresso 晚上好午 我是佳逊 随着银行业从经济环境改善中重拾力量 10月领域贷款增长率达6.5% 由分别增6.3%的家庭贷款和商业贷款支撑 至银行领域的存款方面 按年涨了6.9% 按月增长0.4% 符合分析员今年内6.5%到7%的预测 可纳格研究指出 随着隔夜政策利率OPR的上升 存款利率也会随着提高 吸引追逐高利息产品的存户 而在预期指标利率进一步上调之际 各家银行也将会努力优化资金回酬 这也会让银行存款市场再次进入高竞争周期 归功于石油和石化产品的销量增加 以及外汇的有利影响 国家石油公司Betronas第三季业绩爆竭 净利录得308亿令吉 比去年同期的163亿令吉净利增长89% 营业额也落得992亿令吉 国有此前就承诺加码向政府派发500亿令吉的股息 较去年的251令吉翻倍 而目前国有已经支付一半 剩余的部分将会在下一季发放给政府 对此肯纳格分析员就指出 国有的净现金状况健康 达1031令吉 是2018财政年以来的最高 所以接下来要履行资本开销和股息承诺 应该没有难度 总部位于中国的异为李能 是全球数一数二的李亚电池供应商 如今这家公司确定斥资4.22亿美元 也就是大约18.6亿令吉 在大马建设原住李电池生产基地 根据大马投资发展局和义伟李能发表的联合声明 这座制造厂将支持国内和整个东南亚的电动两轮车 和电动工具制造企业发展 大马投资发展局首席执行员阿汉·阿都拉曼说 成熟的原住李电池生态系统 将跟国家投资愿景和国家汽车政策 产生良好的协同效益 这个项目将会分期建设 建设期不超过三年 至于确切的地点 异为李能还在评估当中 包括霹雳州的几个地点 新闻结束之前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